看到哽咽坦承文林院 是他拆除案呢 是有瑕疵后 台北市长好龙斌审议三天 今天终于公开出面了 他对外说明说 现在有动作 直接邀请相关学者组成公正单位 要成立所谓的都市更新顾问小组 而且就是由政治大学地震系的教授张金恶 担任召集人 以王家为借鉴 希望对都根法来进行全面的审查 但重点是哦 这相关成员的组成引发抨击 包括呢是行家看门到了 反都根联盟就说 这些学者当初不少人就是同意 文林院都根案 北市都市计划的生意委员 文林院绝对是一个 造成社会争议的事情 我很遗憾 王家都拆了 郝龙斌依旧不改口 一切依法行政 只强调将以王家为借鉴 请专家学者组成都市更新顾问小组 让错误到此为止 但被作为错误犯本的王家人 却迟迟等不到一个道歉 心好酸 每次看到他出来 然后却毕业不谈我家的事情 每次我都是都难过一次 对他每谈一次我就难过一次 我们好像是被 被市府刻意的忽略了 看看这顾问团名单 成员包括了政大地政系教授张金二 北大教授金家和 前副市长林建元 文大教授何方子 以及前北市不动产雇价市工会理事长 和都更律师蔡智阳 但六个人中其中五个人 过去曾是北市都市计划级审议委员会成员 和咨询对象 被反都更联盟批评 换汤不换药 我们现在的委员里面的人的身份 很多就是原本在审文林院 这个都更案的委员 不同时间点 然后再看这个文林院 那难道是着式经费吗 虽然有新的单位 可是人没有换 没有什么意思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自己在做都更 有这个利益什么都可以 这种讲法我觉得不重要吧 重要是看他做什么东西吧 他的答案是不是 让大家觉得比较有 他的建设性的讲法 相信大家社会自由公断吧 过去为什么都更条例会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政府听到太多建商的声音 那我长期以来代理地主 我希望我这边能够发一些声给政府听到 那我觉得我个人如果被抹黑这个事小 学者表示小组的成立 不是为了在文林院案中担任仲裁者角色 未来则会以通案检讨的方式 作为政府修法建议 但不会针对北市的都更个案主案审查 但修法权力毕竟在中央 而不在地方 郝市长这回组成专案小组 能够有实际作为 还是为了转移风暴焦点 得看后续小组成员能拿出什么成果来 一定是纵火岛 你怎么十分之后 都已经被摔造了 你 cảm 这些东西 consequence 我看你怎么过去的 他就是我这些东西的东西 都可以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我这 aussi不过来